我估计现在电影之前的很多观众都已经拿出自己的手机 然后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数字圆明园中去体会一下 特别是去过圆明园遗址的朋友 更应该自己去感受一下世间的沧桑变化 给大家带来的不同感受 而且我知道其实有的游客对比了这个遗址和你们恢复的这个原貌之后 其实是很感慨很震惊的对吗 对对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去圆明园 看见的就是跟一个一般的郊野公园没有什么区别 就有山有水有植物而已 这样你也没有说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对比 就因为你也不知道它曾经有多么美好 但有一次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就拿着圆明园的复原图到圆明园现场去 结果就走过的游客凑过来问我说 你拿这个图纸是这个地方吗 因为他当时看见那个遗址是坦荡荡 他只能看见全是草地 那么堆起了几个土包而已 然后我说是这儿 然后而且还有室内 然后他看然后特别震惊 他就说 他说天哪 他如果是能够看见这个以后 我再回头过来看这个草地 我就觉得特别的生气 这个摧毁真的是太可恶了 所以他是觉得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 会让他更加的去理解 就这种伤痛 我觉得中国人其实都很关注 也热爱圆明园 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观众 我们也给他们一些机会 面对着郭教授和他的团队 有什么问题 大家尽管畅所预言好吗 来大家举手适应一下 有很多事物 好谢谢您 谢谢 谢谢